一般來講表現性的 表演藝術的課程裡頭 它會有一個程序 從暖身開始 那會循序漸進的教學生 引導學生到某一個 某一個課程的那個重點 那我覺得像我停看廳的 這個課程裡頭 它比較感受 用它的感覺 感受力 然後它會有自己的感想 它會說出來 既然的學生比較勇於表達 所以我希望從那個地方來引導 完了以後 它如果從感受力 它有興趣以後 才開始進入那個舞蹈教室 老實說 如果我今天 因為我學表演 我不會排斥舞蹈教室 如果我今天不是 我如果一般的高中生 事實上叫我脫鞋子進去 我就不願意了 因為我可能我的襪子不太好 有點醜 我不想讓人家看到 第二個 一進去就要開始 跟別人可能有身體的接觸 它的預想會很多 所以那種東西 我覺得前面應該有一個引導 那我這個課程裡面 我希望能夠作為引導 要進入表演性的課程裡面的 一個前奏 好 來 有相機的請先站起來 好 等一下我們教室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在上課 我們要 可不可以說話 有 或者是一般我在跟學生上課的當中 我非常強調 我都會請學生任何一個事物 請你多留五秒鐘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那後來我把這個東西延伸過來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藝術生活課 不要一定在舞蹈教室 應該可以到戶外去做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 我就自己研發出來 我想說用停 看 停 那麼停 停下來 讓它安靜 我學習安靜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應該學習安靜 尤其是表演來講 你如果沒有安靜 你的能量就出不來 安靜的時候 你會觀察事物的角度 就會不一樣 而且深入度就會更不同 那看 觀察 模仿 我知道表演藝術 有很多種訓練的方式 教導學生如何去看 去觀察 可是我希望用那個觀察 就是最簡單的 大家都喜歡模仿人家 而且我那個題目是立即性的 比如說隔壁有一個什麼東西 有人在打球 我說好 我們那天看到的 就是在游泳池旁邊 有同學在那邊準備啊 有同學在觀察我們 我們在去觀察他 那個學生之間的互動 我覺得是有趣的 他不會那麼拘謹 等一下 一組一組模仿 請開始 不能太明顯的讓他們知道 不能讓他們知道 等一下角色要分配好了 誰點誰喔 你們在看他 一模一樣的啊 一模一樣啊 那這是觀察部分 然後完了以後讓他們演出來 演出來他就可以表演 我覺得這樣的實習的方式 不管 而且讓他們自己去分享 他們也會自己去看 從中你去幫助學生 你會去輔導學生 哪一個學生他看到了什麼 那把這個東西分享給別人 我覺得是教學相長 我要燒一點 你要燒一點 這是我要燒一點 要燒一點 有 有一個在燒 你們還坐在那裡 然後等我們 換他們 你們 還有兩個人要過去 我從學生身上 我也學習到 他們也會有回饋 從學生跟學生之間 他們自己也會互相的說 他觀察力好像特別敏銳 也不會有很 不會有衝突性 不會有 你為什麼會 你覺得他是怎樣 他在想什麼 你開始看 你怎麼那麼多人走過來 然後再來就躲一下好了 躲一下好了 然後再來 越來越多人 搓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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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子 他們給幾個燈 五個燈的請舉手 你為什麼要給他們五個燈 因為動作很傳神 哪一個人最傳神 你有沒有發現他在寫劇本了 劇本從哪裡來 觀察 你的生活裡面有誰 他剛剛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把它寫成劇本 所以其實你們不要以為 這個很簡單 看起來很簡單 對以後你們在表演啊 或者在寫東西 都會很有幫助 你記住了就可以把眼睛張開 好 來 眼睛張開 來 你聽到什麼 請說出來 我聽到 我聽到後面 意識的水 他不斷的流動 然後 也許是 因為急 打緊到石頭 所以 發出 是 哗啦哗啦的聲音 很好 來 你呢 你聽到什麼 剛剛有一陣風出出來 有那個呼的聲音 很好 來 樹啊 草根草 真的喔 來 韋志兄 你來模仿一次 來啊 有沒有 有沒有誰聽到 跟他一樣的聲音的請舉手 來 你模仿一次 來啊 好 來 沙沙聲 有鳥叫聲喔 什麼鳥 麻雀喔 不對 那 聽 看 聽 聽那個聲音 我覺得聽聲音是我們最難的 在舞台上 舞台劇裡面是不是有很多聲音 都做出來 可是它不是平白無故 它是真的有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學生 好像沒有機會去靜下來聽聲音 當然你把眼睛閉起來 他開始聽聲音的時候 他心裡安靜 聲音就會進來 那他會很感動 所以剛剛有學生說到他會聽到 葉子拍打的聲音 哪有 一般的學生怎麼會有人 會聽到葉子拍打的聲音 還有聽到那個流水的聲音 我覺得當他表達出來的時候 是他對生活的感動 這是我這一次的課程裡面最重要的 你為什麼要畫這個 這裡有照片的為什麼要畫旁邊 太單調 蛤 太單調 為什麼要畫這樣 過去的東西 就是只有當下 過去不會再回來 這個現代表什麼 就是過去的事後 因為你這樣畫上去 我不能再這樣畫下來 聽得懂嗎 有沒有聽得懂他的意思 所以他畫這個是有意義的 我也沒有意義耶 我以為是他無聊耶 可是他是有意義的喔 樹葉在這麼多的茂密 還是擋不住太陽的光芒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也是一樣 就是 即使再多的壓力或是困難 一直在我們身上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 抹去一切的困難這樣子 好 謝謝 那你安靜了以後 當你去拍那些照片 拍那些風景 他有自己的感動 有一次好像有一個學生 他拍了一張照片是 一顆石頭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拍這一顆 他說因為這一顆石頭 在我們新民的校園裡面 是唯一是一個被擺上來的 他說我們這裡的每顆石頭 都有兩個到三個 可是經我的觀察 我發現它是最孤單的一個 所以我把它拍下來 我覺得那樣的東西 以後可以幫助他很多的思考 現在的學生不喜歡動腦 不喜歡用字 那可是我希望透過表達出來 而且我把它寫下來 我們的作業是必須要寫下來 把照片貼上去 你給他一個名字 然後你寫為什麼你要拍他 所以每一張照片 不是給你隨便亂拍 它每次的一咔嚓是有意義的 不管你的意義如何 這是我希望從這個課程裡面帶給學生的 我教過美容科 我教過 其力敬禮老師好 馬上趴下來睡覺的 可是後來上了藝術生活課以後 他每天眼睛是發亮的 我上過那樣的學生的課程以後 我自己感動 我覺得他們喜歡的是他們的生活被關心 那個就是藝術 你要慢慢的 讓他覺得喜歡以後 你再來開始暖身 他才能接受暖身這件事情 不然暖身就呼吸 吐氣 他永遠是 他的呼吸跟吐氣其實是一樣的 那你要讓他覺得 我為什麼要這樣呼吸跟吐氣 他對我有什麼用處 從認識開始 從周遭的環境開始 我如果教表演的話 我是從1991年就開始教舞蹈 以前我覺得 以前的學生跟現在的學生差別非常非常大 以前的學生我可以非常嚴厲的 去教他們每一個動作 動作怎麼教 以前是教舞蹈 可是後來最近幾年教了表演藝術以後 我發現現在的學生 他第一個因為他的抗壓性的不強 你必須用別的方法了 就是一年級的時候 我們的社團課是學舞龍舞事 然後我們的舞龍舞事 就是拿真的人家去比賽的龍 很重的龍 很重的龍 然後就每天晚上都要留下來練習 到八九點 然後就是有時候就會覺得很累 而且練到後來的時候 手都會破皮流血 手啊 長繭啊 或者是腳流血 不是一樣要撐過去 而且我那麼瘦小 還排龍尾耶 對 他們排龍尾 那麼甩尾的力量 整個甩到後面誰受得了 真的 對 不過要吞過去就是你的 以後十下來講 歷九下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們講說 這是人生最痛苦 可能也是在達到最高峰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感覺如何 他說 非常的酸 我說 但是感覺生活的心情有沒有愉悅 我現在都會這樣引導疫情 我不會啊 你有沒有 那那個時候你們想停止嗎 是嗎 然後他們自己會鼓勵自己 然後把那個事情完成 然後這些都是沒有人教我們說 你必須要用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我們就是很發自內心的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互相勉勵大家 就大家就努力的撐過這一段 堅持吧 我覺得對表演是一種堅持 我覺得如果說今天我喜歡表演 但我如果做到一件事情 我放棄的話 這就沒有那個態度了 所以我覺得堅持是一種態度 所有的表演藝術裡面 你如果不堅持 這個東西不推到底 好 比如說我們從 我舉一個例子 道具 你一定要到位 你如果沒有把它放好 堅持在那個位置 燈打下來一定是不對 當你到那個地方 你就說堅持 它就會到點 如果你不堅持 它就不到點 這是我們給學生很 常常會有的一個 常常會有一個提醒 我非常強調 你當你停留這個五秒鐘 你思考了以後 你的藝術感就來了 我從那個地方來教學生 藝術生活 他不一定要是 表演藝術的老師 受過非常高聲的 表演藝術的老師 他才可以教 一般的老師 他可以既有很生活化的方式 就可以把表演藝術的課程 帶進給學生 我到星空 最原諒的星 沉心許下願望告訴你 我愛你 掌聲 表演藝術其實沒有那麼... 如果以高中 一般高中生而言 沒有那麼的嚴肅耶 而且我也... 我也不建議 每一個表演藝術科 都是在舞蹈教室 或者專業教室舉行 讓他們去逛逛街 讓他們去分享 去看一下夜市 那個很重要 叫慢...來...叫慢來... 他就是表演藝術啊 很多的戲從這邊來的 那個東西也是課程 可是因為台灣的教育部的規定 有很多小孩子帶出去要做什麼 又怕他危險 然後怎麼樣一堆的東西 所以妨害了表演藝術教育的一些 課程它的寬廣度就不夠了 台灣有更多人去開發新的教案 我這個教案是不是會被接受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我上了三...三四年了吧 每一個學生從... 從這個身上都...都獲得很多 你不能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